如果有一個人他因為經濟上的困窘而犯罪 你是否認為這個人情有可憐 如果是認為情有可憐的請舉手 拿回去給自己的爸爸媽媽一點應該都沒有問題的 可是您在問卷裡面提 第四輪的部分 59 59 不能把這個錢拿到這個娘家 您回答的數 15號 66號 62號 61 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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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mit 他 çok 佐伯 一些秘密 …… 為世言 便受法律制裁 儼 Да 感謝很多人的努力 讓台灣的司法踏出改革的第一步 大家都還要再繼續努力 謝謝 那我想我們臺灣的司法 程序應該是走向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一個步伐 那另外的法律是很固定的 然後是無情的 但是由於國民法官的參與 我想應該是會邁向情理法 謝謝各位 因為參與這個民眾的事務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在司法改革上面 我覺得是延續人權上面的比較重要的立場 所以我會參與這個問題 我會鼓勵更多的民眾可以加入 這樣的一個案件 我覺得在審判上面 可能在人民對這個法官過去幾年的信任度 第一個會增加 那第二個的話 也會讓更多人在這個法律上面 認知 然後對這個被害 或是對這個當時 我想在國民審判上面 所以我們更加來再提升他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講成什麼 你們這張感覺 好 希�rich 開發 美動 參與